欢迎大家来到MIHK紫茵塔罗界 当然有我紫茵塔罗斯 今天还有Kitsi助手Suki 又是光行者中心的CAM CAM 这个星期继续在光行者中心 因为其实都是刚刚的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有我们的老师Lukeman 谢谢Lukeman今天来 请给我一点点时间介绍 就是说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主题就是披菊 这个主题其实都是有些深重要求的 刚刚光行者中心又是有披菊的老师来到了 我们就非常之顺势地邀请了Lukeman老师 来和我们今天介绍 我知道Lukeman老师的那套披菊 就和我们知道的断食有些不同的同时 都是属于道教的披菊 其实这个话题抛出来就是说道教 它是属于一个内大陆一个传统的宗教 但是道家呢它是另外一种生活模式 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主体 那么道教里面也有披菊 我们今天也是 今天也是请Kem Ken帮我们做这个一流的翻译 其实老师刚才就说 道教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个传统教 但是刚才他说的道家的披菊 又是另外一样东西 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呢 老师所讲的道教披菊 道家披菊呢是完全跟道教没关系的 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道教和道家是分开的 老师就说跟中教是没关系的 就是说Lukeman老师教的那一套 跟道教也是没关系的 就是说老师教的那个 和道教是没关系的 那老师都说是 那你刚才说到 道家跟道教有什么分别 刚才他就提到道家和道教有什么分别 道家呢就是所有的人 就是说居家的人都可以采用一种生活模式 它是符合宇宙规律的 然后这种规律呢 它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 我们是生活在规律之内 除了正常规律之外 道家那个就是说所有人 就算是在家都好 他都可以用一种正常的模式 在家里面去做一些辟谷 所以就是说拿回宇宙正常的规律 嗯嗯嗯嗯 跟中教没关系 好 我都震一震一震 因为我一直以为 道家是属于宗教的道家 因为我听到 老师的那个方法 他的介绍 他自己有很多很多宗教 各种宗教 如识度那些宗教的研究 有很多的 所以我就以为 他有一个宗教底 是的 宗教推动 这个方面可不可以都解释给我们听 譬如 老师 嗯 为什么 什么推动你呢 花这么多的心机时间呢 去到学习和教导 辟谷这一样东西呢 就是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是什么原因开始的 就是缘起一些 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化传承 你比方说像大陆有很多 有限远文化呀 还是一些就是 所谓的那个 易经文化呀等等 它是有很多缘起 那这个缘起 就有很多断层 是要靠人来衔接的 那其实这个都是 老师说都是 缘起这个文化传统的传承 那就好像有很多东西 都会有一个传承 继续延续下去 所以呢 就老师那一套 道家屁股呢 是怎样做的 听说就是说不一定是 不上班 就是说自己在家里 平常一边上班都可以 是不是这样 那究竟老师那个 是怎么做的呢 是不是可以 其实在家里都做到 不用一定要 可以继续上班 都可以做到的 那毕股呢 一般情况呀 都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主动一点嘛 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身体 又不适应了 然后进行壁股 嗯 一般都有两种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发觉到自己身体 有点不舒服呢 然后比较主动一点去做的 嗯 预防 来预防一些疾病嘛 你都预防的 有时候就是说我们 这个 生发了一些疾病之后 比方说糖尿病啊 高血压啊 高血糖啊 甚至低血糖 低血压 都可以采用这种壁股的方式 或者叫解释的方式 都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身体 另外就是真的有病了 当有病出了 譬如高低血压啊 或者有糖尿病啊 那真的有病之后呢 都可以透过这个方法去做调理 嗯 老师这段时间呢 嗯 好像有一点跳出话题 但是其实呢都是一样 因为我们是讲身心灵的健康嘛 这段时间其实我特别注意到的 病责病 其实是精神病 就是说抑鬱啊 抑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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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反正在精神病 抑鬱那些呢 因为现在我们现在的人 真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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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像都有啊 初期 无论是初期 或者是已经真的比较严重的 抑鬱其實对这些病 有沒有幫助呢 有没有帮助呢 那 那刚才呢 就是华智英就说了 芝琳就说了 如果现在越来越多个病 就是精神病 无论是比较初期 或者是比较表情 就越来越严重 他刚才问过问题很好 其实辟谷对这些病有没有帮助 那就要看哪种情况 如果说是精神疾病 那可以闭股可能是帮不上忙 如果说是气质性病变 比方说就像我们身体有变化了 那么只要不是说所谓的严重的气质性病变 基本上慢性病还是可以调理的 老师就说如果这个真是纯粹在精神层面里面 屁股未必可以帮到手 但如果是因为他身体里面的病 或者是不舒服所引起的这些 经过调理之后都可以有帮助 如果是这样的话 老师再跟我们说一点 就是说它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好处 屁股 所以你才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 对不对 那它的精髓告诉我们 可不可以立刻就说那些精髓 精髓给我们听没错了 有什么好处 还有你给了这么多时间去研究 那这个它壁股的价值其实是对人的生活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病都是从吃开始的 其实用很白话的语言来讲就是 就是怎样能不吃还能够更健康 所以壁股最要研究这个话 老师说的壁股就是因为他说我们的病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吃回来的 现在就是说怎样在不吃里面 都更加令我们更健康 不吃也更加健康 那怎么样可以了 然后我现在想到的就是 譬如说我们想要改变生活的习惯 譬如戒酒 戒烟 戒烟 这些呢 辟哥辟哥有没有帮助呢 不喝酒 戒烟 不吃抽烟 可以 辟哥有没有帮助这些 有的 这个是有的 因为我原来的学员里面 有很多学生他们就抽烟几十年了 然后呢 身体又抽出来 发现了有烟烟 有烟壳烟 还有吃七个人 那么呢 他们就通过壁谷 然后就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就戒烟了 是的 其实这个真的有帮助的 譬如在老师的学生里面 有很多都是吃一吃了几年了 都有些肺癌 但他们都透过这个辟谷 都是可以有所帮助的 那应该怎么样做 是不是要去上一个课啊 几天啊 这样子 还是其实呢 我最近呢 我家人 他还是蛮意志力强的 他就是自己一个人看书 在家里面 但是我们不 他说叫屁股 其实也可以说断食 他是真的只喝水 七天 那当然看到他瘦了很多 然后在屁股断食的那七天里面呢 人是比较温和的 因为他没力气发脾气了 这样子就说他家人都很厉害的 他真的全靠看书了 然后自己在家里做了 只是喝水不吃东西 他说七天的脾气都很好 因为他很累 没气烦脾气 因为他没吃东西 其实这样做呢 其实是从生命角度来讲呢 是有点危险的 那么大家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在家里面自己 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 可以去做去尝试 如果好像那种方法就有点危险 就是你家人那种 那么老师就说 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尝试 在家里面做 另外一种是什么样的方法 你比方说就像我们社会上流行的 叫节食 就是节约食物的摄入量 哦 节食 就减少食物的摄取量 摄取量 这观点不错 但是会不会很难呢 有什么帮助 我听过有朋友 他说学气功屁股的 最近很多嘛 很好 他们就说 但是他们会去采气 那你们那一套是不是也是一样 还是就说有别的什么来吃的 刚才主要说 有些朋友真的用气功 不吃的都是 但是就会去采气 是啊 就是吃气 之前都要有点吃下的 有没有什么 其实采气是有的 那么我们这个采气 其实说从精神上 来作用一种方法 来在我们人体上展示一种功能 那么它这个跟气功 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那气功是靠意面 其实另外一个都是真的采气的 但是本质里面是有些区别的 那么比较会在这里解采 区别在哪里 对 那你如果说用这个所谓的气功 它还是有一个强制性的 它还不是身体自发的那种 所谓的运作嘛 或者说运动 它体内它有一种能量 是可以自己运作的 它不需要靠人私为操控的 那么气功呢 它有一个意念做导引 它还是说你的意识在导引它 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对 它是吵吵我的那个分 对对对 考你的经营 他说真的都有不同 他说因为气功是有些强制性的 而他要 老师刚才所说的 就是自发性的去到运作 让我们可以自发性去到 就是我们自发性的做一个疗愈的效果 调试的那个效果 我们自发性去做一个调色的效果 那是怎么样做咯 就是你刚刚说的 就是你不思考 它本身也是一种思考 但这种思考是身体自然的一种免疫思考 那这个免疫它会自然运动 它不需要人为操作 他说你不思考 亦都是一个 就可以自己自由运作 那都很厉害 亦都产生了一个效果 你刚刚说的意思是说你不思考 但思考也自然发生嘛 是不是 对对对 想了其实留意 Shop 对对对对对对 取代踩氣的動作是怎樣 可不可以具體一點 可不可以舉體一點 那這個就需要打個比方 就要舉個例了 你比方說要打個比方 就是說當我們思考一個問題 或者一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 當我們去思考一個問題 或者一個問題擺在前面的時候 就是怎麼想都想不通 突然間有一天 我們不想那個問題 答案就解決了 有時我們怎麼想都想不通 但是突然間我們不想 反而那個答案就走出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意念 與自然發作的 自然運作的 自然思考的兩個顧問 這就是我們說的意念 和自我思考裡面出來的一種鬧果 那意思就是說 那些踩氣的 外面那些 踩氣 但是在你那一套的時候 就說在想我在踩氣 或是在想我在吃東西 其實我是沒有吃的 是嗎 那是否老師那一套 就是在說在踩氣的時候 不是還不是這個意思 還不是這個意思 它是有餓的感覺 在這個時候就真的要看看自己 究竟是我 還是真的有我的感覺 那餓的感覺 跟餓的本身是有區別的 餓的感覺 但是我跟餓的本身是有分別的 那老師說我覺得在我們現代的社會裡面 沒有人 大概都很少有人真的會餓 大概都不會有 就是一種習慣 其實在現代社會裡面 就到了點我就在去吃 所以都習慣 有實際的餓 其實都是因為時間夠了 就好像覺得自己需要吃東西 好 又或者是有時候是覺得 就是說想要 一定安慰 安慰 是一種安慰 是安慰自己 對啊 是一種滋養 感覺上 對不對 是不是感覺上因為滋養 或者安慰自己而去吃東西 對 那你比方說像現在生活中 我的學員裡面也有一些女生 當他們失戀的時候 那他們就拼命吃東西 那個過程中 就是一種感覺 就好像老師說 我在她的學員裡面 有些女生失戀之後就經常吃東西 其實是那種感覺 要她吃 而不是真的餓 所以問題就是 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 現代的人來說 也是某一個程度上 也像你剛剛說的 你的學生 女孩子那樣子在吃東西 是情緒的吃東西嗎 我們都是 那但是這個怎麼樣可以戒掉 或者是能夠做得到屁股呢 那紫恩就說 如果譬如現在的人 好像剛才老師的學生那樣 是因為情緒上需要吃東西 那如果是這樣 闢谷可不可以幫忙 或者怎樣出去解決呢 你首先 大家明白一個定義 就是說你確定你的情緒 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 那你首先要決定一件事 究竟你的情緒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的 如果說是我們身體的需求 如果這個是身體的需求 說明它是物質的 如果說是我們情緒上的需求 說明是精神的 如果這個是情緒上 那這個就真的是精神上的需求 我是 我的精神 我是非常精神的 那怎麼辦呢 我們這麼精神怎麼辦呢 那當你這個情緒來之前 它有一個信號 會在身上反應 當情緒來的時候 是有一件事 會在身體上有反應有病症的 比方說你在發火之前 有一個動作會不舒服 當這個不舒服是一種信號 就像你餓一樣的信號 那就是說等於你生氣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種訊號出來 就好像你餓一樣 之前一定有一個訊號 那我們就是要注意自己的那個信號 對對對 那我們就要注意自己的訊號 是不是 是的 當你這個信號 你能處理得好 你就能夠完全控制好自己的脾氣 那當這個信號 你能夠把握得好的時候 你就可以處理你的情緒 把握好 那在Luke Mann老師 你的叫屁股的那個課程裡面 也是有學這些嗎 這相對來說 也學了怎麼樣控制自己的情緒 對對對 那他就問老師 是不是在課堂裡面 都會教怎樣控制自己的情緒 那老師都說是的 你發火這個情緒 或者說你有發火的這個功能 但是你可以完全關閉這種功能 或者說不讓它展示 終於你是口義真的會有法火的功能 功能 我有這個功能 但是你可以不需要展示 可以不展示 因為這個說得非常好聽 但是我們好像還沒有聽到 就是說屁股的好處還沒講到 應該說 但是也還是要等到禮拜三的那一節 再聽 到禮拜三那節 我們剛才還沒說到 屁股的好處 我還沒聽到 還沒聽到 還沒說到 還沒說到 那星期三繼續 我們可以在網頁上登記用戶 接著可以用每個月三十八元 就可以重溫我們以前精彩節目的內容 這個網址 記得訂閱子音塔羅解啦 你們好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